有没有不喜欢喝茶的朋友 你说一壶苦苦的茶到底有什么好喝呀 其实我们喝茶喝得更多的并不是茶的本身 而喝得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说佛世界 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么的真实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投影 如果你这时内心是极以追求美好的事物的 那么你喝的这一壶茶喝得更多的就是它的苦与舍 相比之下饮料奶茶它的甜香会更加适合你 这个时候你就是处在于喝茶 韩式茶的阶段 有些人呢 失业了 负债了 感情受挫了 受到重重的压力 这时你能从茶里喝到的更多的就是心里面的苦 一杯茶 一杯茶能从人生的苦 喝到生活的色 这个时候你就处于喝茶不是茶的阶段 当你能从茶的香气喝到它吸收日月精华 它感受精力 日月轮换 斗转心移 四季轮回 一之一 能喝到茶在铁锅里面翻炒的煎熬 还有我们泡茶时候的水深火热 在拿起以放下之间 你也能淡然处之 你喝到的是一种淡淡的境界 正所谓 沿起信空 道法自然 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喝茶 韩式茶的阶段 其实喝茶就是一个观自在的过程 你从今天喝的这一口茶里面 能感受到今天的烦恼 能感受到今天的欲望 能感受到喜怒哀乐 不同的人生阶段 对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即使同一款茶 由于不同人来冲泡 我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喝茶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 是身体上的感受 其次呢 它也给人一个精神的内修机会 我们也不难看出 茶意和茶道的区别 正所谓有树无道 只以树 有道无树 树尚可求也 而现在人们喝茶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很难买到真正延生态的茶 很多做茶人 他做的其实并不是茶 他做的更多的就是他心里面的欲望 就是贪嗔吃 所以我们能够从茶里喝到白糖的甜 香精的香 很多时候就是喝不到茶的自然味道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警戒不够 而是他这个茶里面确实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呢 喝茶最基本的就是健康 其次是好嗑 茶本身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君子爱茶 适口为家 就像我喝的这一款花茶 我就喜欢它的味道 可是在座各位也未必会喜欢 所以有喜欢这一些花茶的朋友们可以联系我 喝茶 好嗑 好嗑